心靈的養生來自於寧靜 身體的養生來自於簡樸 每天簡單一點快樂一點 你已經走在身心養生之道 歡迎收聽雨色新養生 生命是不能重來 當痛苦、煩惱無法解決時 不壓抑、不放棄 讓關心你的人知道你此刻的心情 陪你走出陰霾 重新回到陽光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全國製造文字中心關心您 為人生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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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李楓銘 今天非常高興呢 上這個節目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惠霖山的一些研究 以及我在這幾年來 對惠霖山的一些基本的了解 然後呢 非常開心 可以呢 與大家來分享這些內容 謝謝 謝謝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這一集的語色心仰聲的節目 在上一集的節目當中 我們聊了再次揭開靈修的世界 在空中呢 為每位的聽眾朋友邀訪到的是 李楓銘李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每位的聽眾朋友聊了非常非常多 關於靈修的這一條 充滿靈性又懸秘的修行的旅程 相信呢 許多聽眾朋友聽完之後一定覺得說 哎呀怎麼感覺的意猶未盡呢 還有很多很多想要聊的嘛 畢竟呢這個靈修這個世界喔 在台灣喔 已經整整超過了七十幾年的歷史喔 所以呢 相信呢 相信要用一集四十幾分鐘的時間把它講完 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宇瑟再一次在空中邀訪了李博士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繼續要跟每位聽眾朋友來談一談喔 這一個在街靈修世界的奧妙的地方喔 李老師你好 好 你好 宇瑟你好 非常開心又可以來到節目跟大家分享呢 這些靈修的一些過程 是 在上一集節目當中呢 我們聊了就是李老師你當時是什麼的姻緣來做這個甜調來研究林山 那在老師印象當中呢 什麼叫做好的老師 什麼叫不好老師 那麼 什麼叫做靈修喔 相信呢 聽眾朋友一定有 更清楚的架構說 啊原來這個就是靈修喔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喔 這個有點算是半自傳喔 半深入喔 就是老師你自己呢已經 據我所知道嘛喔 你已經開始漸漸的從靈修界退營喔 你已經不再接 就是 自從博士論文交建之後呢 你好像已經慢慢退居這個靈修的那個邊緣喔 也不再深入喔 那是什麼樣的因素讓你覺得說 其實你沒有再想要再去研究它呢 是因為覺得 誒論文已經寫完了 還是說誒其實有其他的因素呢 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來分享嗎 其實最主要 然後一方面覺得誒這個研究也做了一個差不多的一個階段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很重要的是我忽然發現呢 反而呢 是要更深入的踏入自己的生活跟生命 去實踐這些當初呢 我在便宜裡面所看到的部分 跟學習到的一些精神 那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 其實 越來越呢 就不只是呢 在一個呢 研究的氛圍裡面去呢 看一個事情 更重要的是 我的親身參與跟呢 我在生活中 為什麼活出這些部分 那其實 說退 很重要的是在學術上面 我覺得 我並沒有再繼續呢 去呢 去研究這個部分 但是呢 我對生命的這個議題呢 反而呢 更深入的去呢 看到自己的 的一些呢 問題點 或是 欸我怎麼樣 透過呢 我在這個呢 惠林的一個研究裡面 我呢 真的可以呢 回到我自己 然後呢 為我自己呢 不斷的呢 去精進而且呢去改變 這個是很重要的 嗯哼 像很多人喔 常常會把那一句 比較殘血的那句話拿來提喔 就是 劍山是山 劍山不是山 到最後就是 劍山是山 還是山喔 李老師會不會是因為 你這十幾年來 你跟 我們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第一線的接觸 這一線的靈修人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前輩的喔 會不會到後來你覺得說 其實啊 修行最終還是要回歸生活 還是要落實在生活當中 這是你最後的體悟嗎 喔 雨色提的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 人生走這麼一遭 最重要 你還是真的要回到你的生活裡面 因為我們最主要去追尋 或者是想要去找尋答案 是因為在我們生活 遇到一些很不順遂的部分 那我們一定很想要去找原因嘛 那 慧靈或是靈修只是提供了我們一個呢 方法跟路徑 那這些方法跟路徑呢 當我們呢 經歷過後 我們就要學習把這些東西放下 剩下一個人呢 他呢 他要從這個岸 岸邊呢 然後呢 到另外一頭岸裡面去的時候 你要坐船嘛 但是你不能船坐完之後呢 就把船呢 也抬著的 繼續走到對岸去了 嗯就是金乾精裡面的面容 對 這很重要就是 你要放下這些東西 這些只是一個工具方法 他只是讓你的生命更豐富 而且呢 讓你的自我的一些潛能 可以得到開發 那你開發之後 你還是要回到你的生活面裡面去 你總不能 你病好了 你還吃藥 這很奇怪吧 對不對 你不能一直 覺得這個藥 特效藥很厲害 然後 然後 我雖然病好了 但是我還是吃 那這個藥到最後 他也會變成毒藥 所以 慧靈山或是呢 靈修 它是一個生命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它是一種 回到自己 認識自己 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只要達到了之後 你又再次見三四三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下了 對 所以靈修有時候是我們生命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跟過客 所以 所以李老師 像很多人會 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我們當然會一直以為說 靈修其實有一個SOP 就是你自己在寫論文 你也知道說 就是先 什麼色陰國 夏陰戈 然後天色地色 然後再會無母無老 再來 會這些無無疾天的這些的靈脈 那 當 我常常用這句話來比喻啦 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把靈修當成是那種像 任天堂的電動玩具一樣 就是要過關斬將 那最後他到哪裡去 所以老師你認為 靈修真正的 要修到什麼程度才就成功 他到底要修到哪裡去 他最重要是要讓你呢 回到你自身 然後呢是充滿了呢 喜悅跟快樂來面對 這個呢 生命的一種呢 過程 因為 在我們還沒有靈修 或是還沒趟這條路之前呢 在我們的生命 遇到了很多的這些呢 衝擊或意外 尤其是我們的這種疾病的問題 那你一定會很想 很想去瞭解 像有些人得癌症 他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是我 不是別人 對 那在這個認識的過程 他就開始要去了解你自己 到底 你是不是生活習慣不好 還是你做的工作太累了 你不會照顧自己 這都有可能 那宗教只是呢 透過這些靈修 只是要去導正你的一種 生命的一種習慣跟習性 這很像佛教來講的 他是一種呢 習性的一種呢 捨棄 那我們呢 在這個高壓的社會 我們可能被教導很多的錯誤的方式 來過生活 那當我們這樣去過生 我們就會遇到很多的難題跟挫折 甚至傷害到自己的生命跟健康的部分 那宗教呢 最主要就是要讓你呢 開始呢 重視自己 你不再重視 為了賺 為了賺錢 然後你犧牲你自己的健康 然後每天都熬夜 然後每天呢 都呢 這樣子應酬 然後 或是呢 神奇不開心 所以宗教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它是要帶領你回到你生命本源的那種喜樂的狀態 所以宗教很常在提一件事情 就是佛教它會說 你要回到你的大樂境界 那個是一個境界 一種心境的轉化 那 它需要透過很多的方法跟工具 那靈修就是提供你這些方法跟工具來幫助你的 所以 靈修最重要的是要回到那個呢 本源裡面 那個本源就是你 必須是一個喜樂的狀態 如果當你的生命還是過得很不快樂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還有很多東西還沒有放下 你還呢 很執著 因為呢 我們呢 從小到大的這種呢 被社會 被我們的文化或教育 給交錯的方式呢 太多了 你還放不下 你把錯誤的當作是對的時候 那你就會很痛苦 那這個痛苦就是一個徵兆 就是一個徵兆 那喜樂呢 它就是一種呢 你達成很重要的過程 而且呢 這個喜樂到最後呢 你會呢 非常的呢 平等的去看待一切 對 你不會對人 有一些呢 很刻板的 或是一些很很自私化的一些看法 嗯哼 老師我想問一下 就是像我們認知中啊 比如街主神啊 靈脈啊 靈動啊這一些東西 跟你所提到的這個喜樂部分 或者說 我檢視到我現實生活中 哪些地方是不夠圓滿的 我應該要慢慢的去修正 這樣的連結度在哪裡 可能很多聽眾可能覺得說 哎呀我都知道自己理論 但是啊 它跟靈動有什麼關係 它跟我 我慧靈三 我跟我這個街主靈 有什麼樣的關係 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你透過一個更大的力量 來教導你 就是你自己生命的那個本源 這個本源其實就是我們的神 只是說 因為你看不 你還無法去觸及到你的內在 那個神的部分 所以呢 慧靈三很重要的是 他會跑到外面先顯像給你看 比如說他要雕出這個神 這個神的形象 然後告訴你他的故事 然後這些故事呢 其實是可以幫忙你呢 去化解你的問題點的 哦 那呢 比如說有些神呢 他的求道過程 哦 是怎麼艱辛 是怎麼困難 然後他如何錯過呢 重重的那些阻礙 然後他終於成神了 哦 像玄天上帝的故事 不是從殺猪若屠夫 他怎麼放下屠刀的一個過程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有一個部分 要讓你直接可以體會 那你從外在的這些呢 形式體會之後 你才能夠轉向你的內在 好 那個摸不到的 好 先有一個可以碰得到的 這個是呢 我們的整個文化宗教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他從一個具象的到不具象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他從一個很外在的 很形式化的 慢慢呢 越來越細緻 越來越細緻 然後去傾聽自己內在的那個部分 你所收聽的節目 是華人網路心靈電台 所播出的 雨色新養生 在新養生當中呢 雨色都會介紹 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腰房 作者 翻譯 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 為美味的聽眾朋友 來介紹 書中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雨色來聯絡 好的節目 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雨色電話是0975256579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李鋒鳴 今天非常高興呢 能上這個節目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惠寧山的一些呢 研究 以及呢 我在這幾年來呢 對惠寧山的一些基本的了解 然後呢 非常開心可以呢 給大家來分享這些內容 謝謝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事實文化的編輯高玉婷 那我這邊要跟大家介紹一本 我們近期的新書 它書名叫做 《話語啟動宇宙最驚人的共振能量》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思想跟語言 都對我們的生活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利用正確的話語跟正確的信念 可以幫助我們心靈得到一定的療癒 它可以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快樂 那這本書 已經出版了 如果有興趣的 歡迎大家到各大的實體書店 或網路書店 可以購買 這個步驟是很 是很需要一個呢 指導跟指引的 所以就說涉及到一個好的靈修老師 他怎樣幫助一個人呢 可以回到他自己 而不是讓他一直沉迷在這個外在 他是什麼神 然後他是怎麼轉化來的 那個他會陷在外面一直呢 一直好像追尋不完 這也是他造成一種混亂 這就是有些人他遇到不好的老師 結果呢 他就把他的東西交錯了給他 正像我們上學一樣 對我們遇到不好的老師 結果我們可能學英文的時候 我們都學好 然後呢 就變成我們就討厭了英文 或是我們就不想去學習這個 這個科目了 對 這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嗯哼 我自己在走靈修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靈修人的自行力 還有靈修人的那個自 察覺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呢是左右靈修這條路 能不能夠走得扎實又長久的 那個主要的原因 這是我自己的認知啊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在會觀世影菩薩好了 或是我今天在會要是寄木好了 你在會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把他的精神 融入到你的當下 而你在靈動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很專意 把你的所有的標籤都去除掉 然後非常非常的投入在這個會靈的過程當中 那你體悟到的那個點 到底是什麼 那個體悟其實我覺得就是關照 就是 其實很少人去了解什麼叫體悟 那其實其實 我覺得剛才那個李老師你提到很多 就是說其實現在的人其實 我們已經被貼標籤貼很多了 那我們對我們自己是不認識的 甚至連那種很細緻的覺知力 都是非常的薄弱的 所以其實 在走靈修過程當中 是不是在這個覺察力 覺知力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呢 喔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在 釋迦摩尼以來 他就很注重這個 你要去覺知 觀照你自己的一個 生命的一個狀態 這個是需要透過一定的訓練的 對 這個不是說 只是坐著 然後你就胡思亂想 這樣會更亂的 對 這需要有人去指導你 對 去指導 然後需要有一些同修共同支持 因為這個過程會非常多的一些干擾 然後你會有很多的問題 你會分不出 這個是你的問題還是 這其實是外來外加於你的 這個部分要有更細緻的老師來點心你 你才會把這個分研呢 分得很清楚 不會錯亂掉了 那慧靈三呢 其實或是一些靈修 為什麼他會進入 有時候呢 在他那個靈動或是呢 他進入一種神事 或是呢 所謂精神呢 在超越的時候 那個是比較危險的一個部分 那個部分要很專門的老師來提點你 讓你呢 重新去意識到你現在在狀況 正在一個呢 模糊不清的地帶 你需要有一個光照 一個指引 很像在黑夜裡 你需要有一個燈塔 這時候呢 一個好的靈修老師 就扮演非常重要的功能 他在指引 但是他不是在控制你 這個很重要 他在引導你 他不是呢 在來暗示你的 這個是有一個分野在的 而且他在幫助你 那其實人在這個部分呢 是很脆弱的 他需要一個呢 非常的 在一些呢 他的能力上呢 非常好的老師 才可以的 讓你呢 很快速的呢 渡過這些難關 嗯 我想要跟 跟聽眾朋友來分享 跟李老師來分享 就是 我自己有帶一些靈修的學生嘛 就是 我們見面時間很短 就一年可能一次到兩次 那不長 那他們來 來跟母娘助手的時候 他們會靈動嘛 那有些學生呢 就會 女生幾乎會 男生比較少 就是會在 在母娘前面就是大吼大叫啊 然後會 狂哭啊 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 因為我們走靈修比較久 我們會引導他 會什麼程度呢 我會告訴他說 呃 你平常壓抑嗎 那你覺得 在生活當中 你覺得哪個部分 你覺得你沒有真正放鬆呢 那你可以觀察到一個人 他到底有沒有放鬆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他在靈動的時候 他到底是壓抑的呢 還是完全的放鬆 那其實就像 李老師剛才所說的一樣 就是我們的角色 就是靈修的 不管是前輩也好 或是教導者也好 其實我們只是在旁邊提點 就是你怎麼了 你還好嗎 或是說你有真的放鬆嗎 你有真的就是看到你這樣子 這個動作 他跟你的生活的連結度在哪裡 其實 好的老師他只做這個部分 他絕對不是去引導你 到底怎麼了 他只是引導你去思考這個部分 我覺得 我覺得 但我不是說我是一個好的老師 只是說 因為我們從一種比較 這個 就是 這個歷程過程當中 有經過這些的直立過程當中 我們知道說其實 催眠這個力量 在靈修裡面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一個好的老師 絕對不用言語跟肢體來催眠學生 他會引導你去反思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了廣告之後 再好好跟李老師來談一談 第二集 還有哪些沒有說完的秘密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一中心的編輯王一鳴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書是 《靈性奇悟》 那這本書的特別之處呢 在於作者 他不僅僅是一位靈修的導師 他同時也具有心理學的背景 他也擔了心理儀式多年 透過他多年的觀察跟經驗呢 他跟我們分享的說 靈修過程中 蠻常見的一個行為 就是靈性逃避 這種靈性逃避的行為 其實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 都會有過 作者就在這本書中 也不斷地提醒我們 要如何去覺察這樣的行為 然後面對這種行為之外呢 我們要學習與這樣的行為共處 對於一中心的書籍有更多的興趣的話呢 可以上我們的官網查詢 網址是 www.onecenter.com 各位聘眾大家好 我是李鋒鳴 今天非常高興呢 能上這個節目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惠寧山的一些呢 研究 以及呢 我在這幾年來呢 對惠寧山的一些基本的了解 然後呢 非常開心可以呢 給大家來分享這些內容 謝謝 歡迎繼續回到節目當中 你所說聽的節目呢 是每個禮拜二 晚間九點 在華人網路心理電台播出的 雨色新陽生的節目 在這一集節目當中呢 大家會覺得說 哇很精彩喔 聽到了雨色跟李老師之間的對話喔 欸剛好我也姓李耶 所以我們是同性喔 對 對 那今天呢我們要聊的就是 再接靈修的奧秘喔 那想要跟李老師來聊一個喔 跟 呃 跟靈修有關係的問題 就是 到底 什麼叫做原神喔 就是 什麼是原神呢 他到底是一個全新的人格呢 還是潛意識呢 還是他是我們的次人格 還是他是另外一個靈魂呢 欸這個很多的聽眾朋友可能還搞不清楚 那我相信呢 李老師你走靈修這麼多年 然後研究這麼多 然後見過這麼多前輩 應該呢 對靈修的這個很多人的這個問題 什麼是原神喔 應該可以提出一點點的那個說法說明給我們聽眾朋友 OK 這個部分呢 確實是一個很重要 靈修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的詞彙 而且這個詞彙呢 其實呢 他呢 常常跟 嗯 西方人所說的那個 soul 靈魂 是有關係的 那 沒有錯 他只是一個 不一樣的文化在說 同樣一件事情 但是很重要的是說 在我們呢 的靈修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靈魂的 我們通常是被告知什麼是靈魂 好 被告知 所以 我們基本上呢 對靈魂的很多的一些概念啊 基本上都只是停留在一種腦袋的認知 你並沒有真的去感感感受到它 比如說 我們說 這杯飲料很好喝 那可能呢 另外一個人呢 他沒有喝過 他他只是隨著你說 喔 這個飲料一定很好喝 對 但是很重要的靈修在做什麼事情呢 你要去經歷 這個時候 你在這個經歷的過程 你才能知道你的靈魂是什麼 也就是你的 所謂的原靈或本靈 不然你不會知道 但它跟潛意識 或是呢 另外一個 好像它到底是一個 外來的東西嗎 不是 它本來就在你裡面 我們剛剛應該在上一集有提到說 你其實最重要的靈修要去認識你未知的那個部分 你不知道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每個人的靈魂其實是不同的喔 你的特質 它呢 不是屬於人格 它是你很本質的東西 人格呢 是 外加 社會給你的 比如說 我們希望你成為一個好人 結果你就接受了 作為好人 基本條件 然後 你想要成為一個 怪寶寶 那你就好好地讀書 上課 不要吵鬧 這個外加 都會形塑你的人格 然後呢 你真實的部分 你會壓到你的呢 無意識或情意識的部分 那 被壓抑的部分 也不能代表你的靈魂 為什麼 因為它是被壓抑的一個部分 它有一個不被壓抑的部分 它形成你的人格特質喔 所以這很重要喔 就是說 那個人格特質 其實也不是你的靈魂 那它跟本質又不一樣 因為本質是你本來就有的部分 不是你後添加進來的 那很多人一定會問 那 到底這個本靈 我原本的狀態是怎麼樣 其實沒有人可以知道 只有你可以自己知道 就像你肚子餓 你必須要自己去吃飯 你不能我幫你吃飯 然後你就飽了 沒有這回事 所以這個過程 這也是宗教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靈修是你要自己去進行的 別人只能在旁邊輔助你 幫你 幫你走上這條路 而且你去感覺你自己 未知那個狀態 那 就算那個老師已經有看到你的本質的部分 這個靈魂或是本靈的部分 這個原理的本質的部分 他也不可以直接告訴你 因為你就會變成好像我知道了 可是那個知道 你沒有體會到 重點在那個體會 正像禪中 重點是在你體會 而是在那一個知道 因為通常我知道 我們其實呢 是真正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只是接受了很多的概念 就像我們說 美國哪裡很好啊 但是我們說 當然美國其實是很有限的 然後你一生可以去美國 你也不可能每個地方都走過 就像台灣也好的 我們真的很認識台灣嗎 並沒有喔 你必須要自己每一腳步 去走過這些地方喔 在小的地方 你都必須要自己去走過 你才會認識那個地方 那心靈的空間 內在的空間 跟這個呢 圓靈跟本質的部分 也是需要你自己去了解 去走過的地方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關鍵點 那老師像我們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像聽到某些人講 當然我自己會覺得說 這個可能需要來 那個比較需要被討論的 就是說 我們的元神會被偷走 或者是說 你在去哪裡 有些人士會把你的元神 把你拐走 或者是說 你原神會綁架 或是你沒有這個元神 等等之類的 那舅老師的看法是 對這樣的說法 你有什麼樣的解釋呢 其實這個在惠靈山 是蠻常見的 有人就是說 你的靈魂會被別人綁架 或是綁一般他們會說 你的靈被困住了 被鎖住了 這個有的是牽涉到法術的層次 對 我記得 我自己還有聽人家講說 就是說 你的元神 就是現在在什麼界 什麼界啊 你就是怎樣 或者是說 你現在就是要去哪裡會靈 因為你的元神在那個地方 被綁住等等 對這樣的說法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要分做兩個層次喔 一個層次就是說 有人會說 你的靈還被蓋住了 有沒有 就是 它是被困住被蓋住的 這個部分呢 很重要的是 它有時候是在嘗試著 是你 當然呢 很多人是用這個方式在恐嚇 他的學生的 那這個 這個要很小心 就是說 你要很能夠去了解這些東西 它呢 到底呢 對你心裡面的影響是什麼 那個是一個心理上的 對 當你很懼怕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跟你的老師講 但是呢 他如果一直呢 覺得這個就是呢 一個怎麼 一種妖魔鬼怪的時候啊 或是呢 你是呢 被偷走 其實真正的你自己 無法被偷走 真正的你 因為那個本來就是你 很完整的部分 你本來就有那個 那個本靈在了 那只是呢 那這就牽涉到第一個部分喔 為什麼要再去某些公廟 或一些 山 河 海 或是呢 森林裡面 或是某一些公廟去呢 會林 因為你跟他曾經有一個姻緣 需要去了解 這個了解呢 就是呢 你再次呢 去呢 親近你的壘事呢 所去走過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創辦的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 系主任 廖俊宇老師 生死學系自立於活出生命的尊嚴 與死亡的尊嚴 從生老病死都在關心的範圍之中 因此 有生死學系諮商組 可以考心理測驗員等 生死學系射工組 可以考射工師 生死學系殯葬組 可以考禮儀師 佛光山創辦南華大學 是為公益的目的 因此採國立大學收費 也提供多項獎學金 來幫助同學圓夢喔 是有很多地方 像我知道有人還跑去埃及去會金字塔的 這都 對 我相信未來會會到外太空去喔 如果做那個 你的本人來自很多地方 所以 這個呢 一個過程 一個追尋的過程是 你要再次去了解你自己曾經走過的痕跡 正像我們在回溯我們自己的過往 我們這一生 其實從小到大有很多足跡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說 回到自己以前念過的學校看看 那是在做什麼呢 那個就是一種 你再拼貼跟去重整 重新再整合你這個生命的一種完整度 或是你重新 從這個整合跟了解之後 你放下了你的過往 重點是在目前的這一刻 你不再被過去所牽絆跟拉扯 因為人一定是受到很多過去的種種影響 你才會覺得說 啊 這個好像不如我現在的意 可是那已經是過去了 這又涉及到很多前世今生的一些部分 這些部分呢 你就需要再跟你的過往的模式 然後你的痕 你走過的痕跡 做一個統整 然後這些呢都是你的呢 一些呢 羈絆你的呢 一些呢 一些框架 你需要把它丟掉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和解的過程 這就是涉及到它為什麼要到某些地方去解救它的靈魂 好像有一個本質 那其實這個說法呢 我們何不把它說成一個更細緻的是說 你是重回那個地方 重新去感受 重新去放下這些過往的部分 你才能夠生命放下那些呢 曾經對你來說是一些重擔 或是一些創傷 然後你放下這些東西 你才能夠更有力量的去走你的未來的下一步 嗯 所以老師聽起來你是認同說 其實靈修應該是要經歷過這些所謂的 到各個山頭去惠靈 然後去 不管是回憶也好啦 或者是再次的感受這樣子一個氛圍 所以你是認同的對不對 其實這個是要看每個人喔 就是如果需要的我覺得是很OK的 對 而且你要看看你到底跟那個地方有沒有一種感應 如果沒有不要強迫 這是很重要的 必須要回來問自己 我真的到那個地方 別人都在靈動 別人都在感受 別人都可能有些情緒上的一些 波動 可是我沒有 那很OK喔 很OK喔 你說沒有其實也是 有也是正常 沒有也是正常就對了 對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 你誤以為 或是你的 某些靈修的老師 判斷是錯誤的 或是你們的行程 其實這一次呢 不是以你的為主軸 當然他會規劃出一些大的 一些主要的一些點 但是有些點是你不需要的 所以 這裡面不需要太多的強迫 對 不需要太多的強迫 對 李老師你做了這麼多的甜調啊 做到你的印象當中 你有沒有去過一些比較神秘 或是覺得 就是非常的 呃 一般的比較不會去 你當然講什麼 慈惠堂啊 或者是仙山啊 或者是所謂的這些 就是九天母娘啊 這些我們可能都知道 那你有沒有去過一些 我一般人比較不知道的 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來分享 其實慧玲珊的點非常的多 然後我相信 呃 林山的這些手冊啊 都會有很多 我介紹很多宮廟跟一些山川河水 然後或是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其實你說特別 我相信 會聽你節目的人應該都身經百戰了 因為 也了解很多 很多呢 這些我講過的 的地方 但是呢 我覺得很重要的 他呢 當你去一個 比如說 有一些地方是要你去 爬山的 比如說呢 老師比如說 你自己去過的地方 比如說 像我去過 台東 台東的一個 麒麟山 這個我一講 名詞應該有人就會知道了 但是會什麼的啊 我不是很清楚 他是會什麼聲明的 他其實是呢 跟那個 木工的 東方木工的 源流是有關係的 對 那 那個部分呢 他就跟那個 那個 瀑瀑啊 河流自然 他其實是要進入一個 原住民的部落的 他在 你知道麒麟峰嗎 是不是 麒麟山 麒麟山 那個地 其實是 會像一個很重要 他有一個 水往上流的那個 瀑瀑 在過去一點 嘿 那有段路 然後你要進入那個山區 對 然後你要拔上舍水 對 然後那個就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從那個過程裡面 你去感受到一種 本源回歸的感覺 然後 他在深山裡面 其實 有些時候 你呢 跟那個 自然 的一種 回應 你也知道說 這個東西呢 他呢 帶給你某種力量 其實有時候 深山很重要的是 自然 環境 他會帶給你 很多的力量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有時候是需要去 真寧散步 現在科學講很多 分多精嘛 可是其實 深山 它很像在充電 你回到你自己的 生命的一些 源頭的時候 你接觸大自然 這個更大的磁場的時候 你是被整合的 所以 像我去青山 我就會覺得 哇那個力量很大 比如說 噗噗啊 在流的時候啊 你的生命裡面 是有一種流動的感覺 然後你跟你自己的本源 那個流動的本源 你就會互相接近 那當然他會說 這跟木工有關啊 跟某一種 陽性的力量啊 或是什麼 或是神力 那OK 你可以從那個層次 當你還無法 非常直接的去 回到你內在的真實 感受的時候 那些東西 那些說法 是可以幫助你的 但是一旦你呢 越來越回到你內在的時候 它只是呢 幫你引動你內在的這些流 這些生命的直流 讓它呢 動得起來 那你帶著這一股力量呢 回到你的 你的城市啊 或是呢 你住的地方 它就會繼續的流動 這就是 會理想一個很重要的點 那你發現 你認識了你自己呢 生命呢 靈魂的 或是這些呢 圓靈 本靈的本質的部分呢 它是一個很龐大的力量 其實在你身上就有 但是剛開始需要呢 透過這些呢 有形的 很像呢 風水地理這樣的一個環境空間 或是神明的加持 來呢 幫助你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像 我覺得 我也去秦山這樣子 拜訪過 而且那邊有一個道場 對 然後呢是非常呢 我覺得 具有呢 可以呢 又參觀到八字來 又可以呢 讓自己的身心活弱呢 然後呢 更有力量 而且活生生的 對 嗯 聽起來呢 很神奇喔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 李老師呢講了很多的觀點 我覺得 可以用一句來形容喔 就是 其實呢最終你還是要回到那個 比較朴實啊 那感受的部分呢 其實還是要靠自己來 呃就是 要帶點覺知 再走靈修 這是我自己的體悟 跟我聽完的老師的說法喔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個廣告之後呢 再來 好好地來跟李老師來談一談喔 揭開靈修的奧妙呢 還有哪些很多很多神奇的事情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囉 你所收聽的節目 是華人網路心靈電台所播出的 雨色心養生 在心養生當中呢 雨色都會介紹 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邀訪 作者 翻譯 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 為美味的聽眾朋友來介紹 書中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雨色來聯絡 好的節目 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 照大家來推廣 雨色電話是 0975256579 歡迎繼續回到節目當中 今天呢 在最後一段呢 要跟李老師來談一談 就是領袖還有哪些沒有說完的故事呢 那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因為我已經準備好 就是把最後的那個 摁底這些拿久 拿手的東西來呈現 來訪問這個李老師 李老師我問一個 呃 比較 跟靈袖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又沒有那麼相近的問題 我不知道李老師你的看法是什麼 呃 在許多的修行當中 在許多的修行當中 比如說像是印度教 波羅門教還有密宗呢 其實都有談到 信這個部分 然後在他們的神像當中呢 欸也可以看到 他們也不會演喔 信這個部分 在修行當中 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在靈修的過程當中呢 有沒有去談到說 該怎麼樣來降低性慾 還是說其實性慾這個部分呢 在靈修裡面呢 他是沒有去談的 是可被接受的 老師這個部分呢 你的看法是什麼 呃 在這個慧林山 或是靈修的一個部分呢 對這個性的議題 確實是一個非常敏感 因為在我們華人文化裡面 性其實是一個很禁忌的一個議題 我們並不像 呃 像西藏他們的民族 他們高度的去發展這個部分 但是 的確性是一個很重要的本源 就是它代表是一個 一個生命力 它是需要被超脫的 它必須要被超越轉化的部分 那你說在靈修部分 或是在慧林山部分 這個部分有沒有 是有的喔 但是它通常不是那麼被直接的談到 它通常會透過 我跟你之間的類似的因緣 然後來談這個部分 這個很隱晦 但是這個隱晦的部分呢 其實是 它想要透過這個方式呢 來讓你的情感可以回歸到你自身 好 那當然有些人是利用你 如果遇到不好的一些 呃 老師的話 我覺得它會利用這種方式 一些手段去告訴你說 喔 我們呢 前世在哪一世呢 我們有未了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 完成這一個 這一個呢 呃 情緣 好 那這個是很危險的 這就是慧林山裡面最危險的 因為它會 無形中去去連結某一種關係 然後透過這個關係呢 產生某一種呢 性的關係 那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是每個在靈修過程 他要很注意的地方 因為 那個是一個過往 過往呢 過往一旦呢 被呢 了解之後 他是要放下的 他不是要再去 把那個東西給完成 你才能夠放下 因為在那一世已經沒有這個因緣了 那在這一世 你是有權利可以選擇的喔 這個很重要喔 你是有權利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 但是呢 因為它已經是一個 過去的一個狀況 所以 其實你應該是要放下這個呢 情感或情慾的一個部分 這是一個超多的契機 這個挑戰很大 它是一個超多的契機 但是呢 它也是會使你呢 墜入跟呢 被捆綁的部分 這個就是 我覺得 性這個議題在整個 靈修跟慧林山裡面 非常複雜的一個部分 因為 又加上我們的文化對性呢 是非常 不想公開去談的 可是因為 越不想公開去談呢 它就會造成 更大的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 風險在哪裡 而且沒有人 對 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就是這樣 我覺得 這就很重要 你要 找人去聊這件 比較隱私的部分 而且是你可以信任的人 這個很重要的 或是很有經驗的人 或是像 宇瑟妮啊 就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對 就是說 你可以提供一些 一些意見給他 讓他可以知道說 這些東西有他存在的風險 而且呢 很重要的是 這一段情緣 要怎麼樣畫下一個據點 它是一個未了情 在慧林山很多這個部分 或是說 誰是誰的兒子 誰是誰的女兒 他會建立另外一種呢 親親的一種呢 擬親的關係 比如說 啊這一次 你可能投胎為男的 可是那一次 他可能投胎為女的 那這一次反過來 或是誰應該是誰的兒女 然後他們就會說 你是我的 要收成我的棄子女啊 當作客人啊 這種都是有的喔 所以他會進入一個 很龐大的一個系統裡面 但是很重要的是 慧林山其實 或是這種靈修 他是要使你超脫的 你必須要從那個呢 氛圍裡面呢 跳脫出來 對 重點是要跳脫 如果他只是 又在讓你 墜入了這段情緣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很複雜的 而且呢 這個方向有點錯誤 所以我覺得 一般人遇到這種問題呢 很敏感 然後也很難呢 很難去 說出口 但是呢 在我自己也有遇到一些 慧林的人 當他們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們跟我講 我也都會跟他們說 其實重點是要跳出來的 你不是在墜入那個 情欲之海裡面 你是要從這個情欲之海 你是要由上岸的 你不是繼續往下 跟他 完結這個 因為 他就是要化解 你們這次雖然見面了 但是 你要化解這個情緣的部分 對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那 當然了 這個議題我覺得 是一個比較 尖銳 而且又其實是非常赤裸的問題 他不是 一般人可以聊比較多的部分 對 對 我自己 我自己看待這個問題 是這樣看 就是說 其實在 我覺得不只是在靈修 許多的宗教信仰當中 其實大家都會 有一種 我自己認為 就是說大家會在這個 場域當中 會拿出某一種最完美的那個層面出來 給大家看 不管在靈修的宮壇裡面 或是道場裡面 大家總是會扮演一個非常非常完美的那個部分 那 那 因為那個部分出來 所以大家有時候會互相吸引 比如說 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很漂亮 然後他 溫柔完約 但是因為他在家裡可能不是這個樣子 他可能在這裡表現出那個樣子出來 那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 不管是在靈的部分 或是說 你看到人的部分 也是喔 就是大家在接觸靈修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就是 靈修千萬不要有太多情感的糾葛在這個裡面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保護你 也是保護你家人喔 好 那再談一談喔 就是 呃 老師你認為喔 就是現在的 靈修人其實蠻多的 你看了蠻多 那 有很多很多的靈機前輩 欸 是以女性為居多欸 那也很多的靈修人 確實是女生比男生多 老師 就你自己的觀點來看 這是為什麼 喔 這可能要談到的是說 女性一般呢 在我們的文化 就算現在喔 她還是有收到一些 基本上的 呃 制約 或是壓抑的部分 那 我覺得 像蕙麗山的一個運動 很重要是著重在女性 女性你會發現非常多 因為她在 自己的生活 或是她自己的家庭 或是她的一些工作場域 她是沒有機會可以去表達她 真正另外的一面 所以這個在一個呢 靈修的一個道場 或是在一個會領的一個場所裡面 她至少有一個可以自由發揮的機會 這個很重要 就是女性在一個文化 或是在我們這個歷史 世界的歷史裡面 她一直是處於一種呢 被壓抑的 被打壓的狀態 那可是她也有需要 她自己一種生命的 或是她自己呢 內在的一種呢 成長的一個機會 那宗教其實呢 有時候會提供給 給他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你會發現啦 傳統的公廟信仰很難給予 因為大部分的公廟信仰還是都以男性為主 但是蕙麗山為什麼 或是說在一些領袖團裡 為什麼女性會占那麼大多數 因為她終於可以用她們自己的方式呢 去呈現她們所想要表達 以及她們信仰的一種寄託方式 這個很重要的部分在這裡 因為她終於有一個空間呢 而且這個空間呢 是給予她的 我在想說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很重要了 就是 一般我們的公廟沒有辦法做到的 他們自己呢 卻出來呢 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這個是 屬於他們自己 可以呢 去呢 發揮的部分 嗯 那男生呢 男生難道不會需要被療癒嗎 當然需要啊 但是她已經有基本的成績了 比如說呢 酒家嗎 喝酒啊 之類的嗎 這種 這種當然你也可以這麼說 但是在一種靈性上面 其實很多宗教 大部分都是由男性所組成的架構 比較多 對 所以 男性在這種追求上 他比較有時候不需要 這樣的一個 在 如果你已經被滿足 你就不需要再去創出另外一個新的 除非你是在你自己的內在 你呢 是可能我們一般男性 有比較屬於陰性面的人 或是比較呢 溫柔的男性 他可能不想要那麼陽剛的那種 那種場域 他就也會去惠林山 或是呢去領修的道場 那他也可以有一個 可以喘口氣的部分 因為畢竟我們社會要我們做的角色扮演 以及我們所要擁有的那些人格特質 其實呢對我們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如果他可以有一個空間大家都不認識他 同時又可以讓他發揮的時候 他就會去這種場域 或是現在涉及到比較多像同性戀的議題 或是說發現別的這種議題 其實這在惠林山裡面也都是有的 然後 怎麼說呢老師 你自己在觀察 你看到哪些現象 它是 惠林山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那是可以包容不同很多元的人 進入這個場域的 因為在我們傳統的社會架構裡面 對他們是有一種敵意的 或是他們是不被接納的 那在一些信仰 比如說像最近這個同婚議題 你可以知道有些信仰 他們或是某些團體 他是很難接受這種 不同性別的一種轉換的部分 可是在這個惠林裡面 他是可以被允許的 因為他就是要去了解你的生命 對 那這也是不帶任何的一種方家跟批坦的 所以他就得到了一種自由跟發揮的部分 嗯 其實弟弟老師你講的很隱晦 但是我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 如果我聽得懂 哈哈哈哈 你所收聽的節目 是華人網路心靈電台 所播出的雨色新養生 在新養生當中呢 雨色都會介紹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邀訪作者翻譯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為美味的聽眾朋友來介紹 書中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 希望雨色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希望雨色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雨色來聯絡 好的節目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雨色電話是0975256579 這個可能要有一點點 他就是李老師你講的 不只是什麼靈動啊 什麼不是 他在講一種 某一種角色的關係 就是 這個可能需要一點點 那個 呃 觀察力的人呢 你可以不妨呢 從你的宮廟去觀察 你的一些 同修拉主事者 可以看到一些現象出來 好 我們這個問題就先跳過 我們來聊聊另外一個議題 欸也是一個最最最最後面的一個議題 就是 老師你自己在跑工 跑這個填掉的過程當中呢 有沒有遇過什麼 你印象當中最神奇跟奇妙的事情 可以跟我們來分享嗎 比較奇幻的事情 喔 其實我應該說一下 我當初 在接觸會禮山之前的 前幾年的狀況啊 因為其實有一點 搞不清楚那個狀況 那 當我已經進入了這個會禮山的時候呢 其實我遇到真的是非常厲害的 一些高手們 他們只要遇到我呢 就馬上呢 如數加征我的家庭背景 這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他馬上就要讓你知道 他呢是真的可以呢 去呢 透過這些力量來 知道你的問題點 當然他會點到為止 那你聽的人 你會自己知道 他到底講的多少是真的或是假的 比如說他就 有一次我去拜訪一個狗廟裡面的 就是主事者 然後呢 他遇遇到我 他就跟我說 我哪天晚上 有夢過哪一尊神 他是不是來跟你講話 結果就真的有 這個我覺得說非常厲害了 因為他可以去瞭解你 內在的某一些部分 對 這個其實在當時我還在研究會禮山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震撼 因為其實我沒有跟那個人多講什麼話 可是他卻可以 這樣子馬上捕捉我的思緒 而且是我哪一天 做夢 人家哪一天喔 做夢 他都能夠 喔 讀得這麼清楚 我就覺得 哇 那很厲害了 對 當然 其實這就是一種 通靈者他 他很基本的一種 對一種 人的生命的掌握 其實他 他只是要告訴你 你的 你的這些東西 好 然後你的過往 然後呢 是有人可以知道你的 他其實是要先 跟你的關係拉緊 對 不然其實 就算我們這種做研究的 我們去 其實 好像 好像我們通常也就是帶著 不了解或懷疑的眼光去看他們 可是他們為了讓你知道說 其實 我們不是真的只是怪力亂神 或是胡說八道的 我們是真的有實力的時候 他會展現給你看 對 他是會展現 或是有時候 然後他們呢 會呢 說的 比較呢 鄭重你的 問題點 但是這些呢 他也不會把它說得很明白 因為 畢竟還有其他人在場 他也不會把你 全部呢 都拿出來說 好像來證實你 非常的厲害 不是的 因為我覺得一個真正 真正在靈修上 很有修為的人 他是呢 非常慈悲的 他可以了解 你的問題點 然後給你空間去轉換 是 喔 所以呢 其實好的老師還是有 那有能力的老師 也真的都有 那就是 你要看怎麼去分辨喔 那麼 節目還有一點點時間 趕快把握一下 就是 老師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就你的印象當中呢 跑鈴鐺有沒有什麼一個公式 欸 到底該怎麼跑 才不能讓我們呢 就是胡 就是亂跑一通呢 不知道該怎麼樣回家 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老師 喔 其實這個 跑 我朋友有沒有跑到家呢 真的要看自己 願意下多少功夫啊 但是他有沒有一個SOP呢 我覺得 基本上是有 因為 你可以先去看哪一些呢 總是 有一些同修同道呢 在你呢 剛去一些廟宇的時候 你可以去問問他們 的一個心路歷程 其實他們都會很願意分享 那這樣子 你才能夠 有第一類的接觸嘛 你先 尤其現在網路上很發達 你可以 去聽聽看 然後呢 去搜尋他們的資料 其實 這是一開始的 認識的第一步 再來呢 就是呢 你跟你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跟 一些朋友一起去 你 當然如果你很勇敢 你可以跟一個人去 但是你去那個公廟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他是不是跟你呢 有一種呢 有一種感覺在 你是否覺得舒服 這很重要 如果你感覺很不舒服 那我覺得 那就 那就要離開那個地方 那如果你覺得 欸很不錯 欸我可以再進一步了解 才去跟那裡面的注視者 互動 對 然後 當然囉 就像我們剛剛有談到一些 你還是要有一些人來陪伴你 然後不要資深 因為 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呢 其實有時候你很容易呢 很像有人在跟你推銷東西 你很容易就迷惘掉了 然後你就覺得 就是如此 沒有你還是要有人陪伴你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才會知道說 欸他講的 你也不一定要馬上 馬上就參加他的活動 你可以回家想一想 對 也不用說 他真的講中你的問題 你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馬上就參加他了 也不一定要這樣 因為很重要的是 你也有選擇權 好 就像我們買一個東西 你有選擇權 你可以看你要不要 購買這個東西 他雖然很好 但是我可以回家想一想嘛 對不對 你不要那麼衝動 雖然有時候你遇到某些通靈者 或是呢 靈修者 他們真的非常的有 具有魅力跟氣力 你很容易會非常感染 但是很重要的是說 這個感染必須是對你有幫助的 而且呢 是要讓你能夠安心的 不是只是讓你呢 開心一下 結果呢 你沒有收穫 所以這個部分 你用選擇權 你還是個需要呢 稍微呢 停頓一下 然後回家想一想 然後呢 看那個感受 再來 再去參加他的活動 這樣子的一個步驟 我覺得會對大家是比較好的 也能夠保持到自己 所以其實聽起來 那靈修其實沒有固定的模式 最主要就是 你所認同的 你所接受的這個工坦 這個老師 他自己本身的 他們的理念啊 或是他的態度 或者是他自己的修為 你能不能夠接受 你就順這個脈絡呢 依循前任的步伐去前進 所以你就能夠在靈修當中呢 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當然我覺得李老師講了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呢 總結一句話就是 記得靈修沒有一定要怎樣 記得一定要去多多比較 多多觀察 然後最主要是 你擁有絕地的拒絕權 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拒絕 我覺得這是保護自己 也是呢 比較安穩的一條路 那麼今天呢 很開心的邀訪到了 是李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聊了很多 靈修的一些奧妙 跟他的心路歷程 相信呢 許多聽眾朋友聽完之後 一定很有說獲 那麼希望呢 下次還有機會 找李老師在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談一談 靈修還有哪些 沒有說完的故事 謝謝李老師囉 好 謝謝宇瑟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掰掰 掰掰 你所收聽的節目 是華人網路心靈電台 所播出的宇瑟信仰聲 在信仰聲當中呢 宇瑟都會介紹 不同的身心靈好書 以及邀訪 作者 翻譯 或者是編輯 來節目當中 為美味的聽眾朋友來介紹 書中還沒有說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好書 希望宇瑟在節目中來介紹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從事出版業的工作 有一些好書 希望宇瑟來做推廣 都歡迎跟宇瑟來聯絡 好的節目 需要美味的聽眾朋友來支持 好書更需要大家來推廣 宇瑟電話是0975256579 好看 請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好看 好看